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大家都会报税 而很多的民众也都有自己的退休账户 但如何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呢 就是如何利用Ara去替我们省税结税呢 那我们就听专家来给我们好好去分析一下吧 其实2017年4月17号最后报税的这个截止日期呢 刚刚过不久 那很多朋友呢已经开设了这个Ara账户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谈一下到底什么是Ara 那Ara的这种分类到底有多少种 那Ara呢实际上是国税局给我们美国人民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从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开设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也就是说个人的退休金账户 那Ara账户呢分为两类 一类呢叫做Traditional Ara 一类呢叫Ross Ara 为什么有一类是Traditional Ara呢 也就是说我们开这个Ara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今年的报税的这个数额 那就是说这种Ara呢是可以抵税的 那50岁以下呢是5500一个人 那如果是在2017年12月31号以前满了50岁 这样的客人呢开的账户可以再加1000块钱是6500 那Ross Ara呢是就是这个不抵税的 那它的这个Faceout也就是说这个收入的限额呢会更高一些 那这两种Ara账户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可以现在就抵税 一个呢现在不能抵税 那一个呢如果现在抵了税 将来拿出来的时候年本代曆都要交税 那那个现在没有抵税的Ross Ara呢 现在虽然没有抵税 但是将来拿出来的时候 当然你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年本代曆你都不用交税 所以到底是做Traditional Ara还是做Ross Ara 要根据你自身的财务情况来决定 因为可能有的人现在报税比较高 那他迫切的希望要抵税 那就做Traditional Ara 那有的人呢现在收入并不是那么高 将来可能更高 那退休的时候收入可能会更多 当然这种人会比较少一些 但你为了将来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是全面抵税 年本代曆都要抵税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你就要开Ross Ara 那这是对于Individual 我们在开这个Ara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好多朋友呢就说 哦我公司已经给了我这个Fone 1K了 或者我有其他的退休金账户了 那我就不能再开这个Ara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Ara什么样的人开呢 只要你有赚钱 只要你有收入 Earn Income 记得一定是赚来的钱 你就可以开 不管你赚多少你都可以开 那如果是夫妻两个呢 只要你的Spouse有赚钱 那另外一个人呢也可以开 当然如果你的这个收入 完全是从投资收入来的 那就不一定可以开 所以这个开Ara账户呢 是指的是你必须要有收入的情况下 但是刚才我讲到很多朋友呢 因为公司已经有Fone 1K 或者其他的退休金账户 他以为自己就不能开了 实际上国税局呢有个规定 如果是夫妻联合报税的话 那即便你公司给了你这个其他的 类似于Fone 1K这样一些退休金账户 两个人的收入只要没有超过 十万零一千块钱 你还可以福利抵贷 也就是说还可以全抵 那如果是单个人自己报税的呢 那2018年是 只要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 没有超过六万四 你还可以全部抵税 所以一定要这个改变这个错误的 这个想法就是 我公司已经有Fone 1K了 那我就不能开Ara账户 这个想法是错的 那这是第一 我们今天希望重点讲到的 在下一部分呢 我也想提一下Sep Ara 那这个Sep Ara呢 就是这种简易式的 这个员工退休金计划 那么这种退休金计划 它最适合的地方就是自雇主 也就是说Self Employee 那通常呢你是报Schedule C的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自己公司比较小 没有太多的员工 因为你只要设这个Sep Ara 你就要帮员工做这个Country Bucie 也就是要帮他们付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很多时候都是夫妻两个 在开一个公司 那或者是呢 这个员工比较少的情况下 那特别适合医生啊 会计师啊 律师这样一个行业 那Sep Ara最大的好处呢 像2018年呢 它是这个Country Bucie 是5万5千块钱 那2017年是5万4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跟Ara不一样 Ara是这个不能够随着延期来延期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Tax Filing延期 延到10月15号 但是你的Ara的购买 必须在当年的4月15号 如果是2017年的话 4月17号以前一定要购买 但是Sep Ara呢 你可以延期 也就是说如果你延到10月15号 那你就可以延到10月15号之前购买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Ara也好 Sep Ara也好 它都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做退休规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因为根据美国现在 这个就是统计来看 或者说对这个Social Security的 这个研究来看 大家认为呢 到2033几年的时候 那Social Security可能会 就所收进来的钱 没有办法支付 美国的退休人员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每一个客人呢 都应该要有自己的 这个退休规划 美国的退休规划 绝大部分人会依靠政府的Social Security 第二个方面呢 依靠各个公司 也就是说企业主来提供 这些退休金计划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依靠这个我们自己 那做商业的一些 这个行为 购买Ara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 这个规划 人寿保险呢 其实也是可以作为 退休规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 那我们都知道 很多永久性的人寿保险呢 都是有限定价值的 那限定价值呢 是在Tax方面有很多好处 就是可以Tax Deferral 也就是说每年的成长 不用立即交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多时候 可以用人寿保险 来作为这个退休规划的 一个辅助工具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方面 多多咨询 这个专家的意见 其实Ara账户 我刚才说了 是国税局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但是这只是在国税局来说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在law方面 它set up一个call而已 但实际上这个Ara去哪里买 你可以根据国税局的这个要求呢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做 第一你可以到银行去开一个CD账户 做一个Ara 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到股票市场去 或者说证券交易所 去开一个Ara account 那Ara account也是可以做股票 这个交易的 也可以开基金 像共同基金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开年金 那也可以呢 做其他的 甚至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都是可以的 但是Ara账户不能做人寿保险 所以呢 这个Ara账户 到底应该去哪里开 也就是说你的投资方式要选择什么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财务需求 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来决定 我们不停的谈到在房地产上的留置权就是令 就是您的房产呀 在您可能欠钱的时候 第三方会在您的房产上放一个留置权 那这个时候啊 当这栋房产被拍卖的时候 不同的另一方的留置权 是否有不同的顺序 是否有不同的顺序 可以拿取他们不同的债权呢 对的 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 Mortgage Lens 就是房屋贷款的留置权 谈到了Tax Lens 这个税务留置权 谈到了这个Mechanics Lens 机械工留置权 谈到了这个Judgment Lens 就是说法令通过法令建立的这个法律留置权 所有的这些令呢 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是一个就是法定的一个先后顺序 不是说是你通常来说是 谁的这个令在这个房子上边最早建立 谁就有优先权 这是一个一般原则 但这个一般原则呢 也是被这个法律呢 就是调整了 就是说改变了 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就是说当然这个Uncle Sam Sam大叔是优先了 对吧 你欠这个政府的这个税 这个令 这个就是说是要最先要付掉的 比如说你欠这个政府 十万美金的这个税务的这个令 你的房子 比如说是这个只有二十万 但上面已经有十万这个 就是说有贷款 所以说拍下来只能卖到这个十万美金的话 你十万美金必须全部先付这个就是政府的 对 假如这个房子值二十万 那就是你这个房子上面有十五万美金的这个贷款 卖掉了二十万 那也得先还十万美金 从中拿出十万美金 先还这个政府 那这样的话呢 你本来不是有十五万美金的这个就是说贷款吗 那你这个银行只能亏欠五万美金 银行最多只能拿到十万 因为政府优先嘛 对吧 你政府必须欠人家十万 一分钱都不能少 还有家利息 全部的都要先付给政府 然后才是你这个银行 那银行当然是第二顺 第二优先了 尤其是你通常你买房子的时候 过户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deed of trust 所谓的这个债权抵押的这个证据 deed of trust 就是在你这个房子上建立这个法律支流权的 这么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文件 就是他就是通常呢 就是说银行一定马上要在这个 就是现登记办公室登记的 一登记的话就广告天下了 就是说你这种房子上边 欠人家银行这个贷款 比如说贷款二十万 或者贷款是五十万 他这个就是说是 所谓的银行的贷款 是优先于其他所有的这些lean的 法律支流权的 包括就是说通过法令创造的 这个法律留置权 或者是mechanics links 或者就是说你就要是这个欠人家这些 机械工啊 欠人家的这个建商的钱 这些的link都要这个就是 厚于银行的这个贷款 那相对于其他所有的这些link 比如说就刚才说的judgment links 还有mechanics links mechanics links又是优先 哪怕mechanics links是晚于那个judgment link 可能是你做生意 你借人钱再早 欠人家钱十万 后来被人家告了 人家这个法庭判下来 你欠人家十万美金 比如说一年前发生的 一年以后你再改建房子 你欠人家的这个就是建商的钱 但是欠人家建商的这个link 是优先于那个就是judgment link的 同一个类别的就是mechanics links 那可能你可能欠人家五家的人的钱 又可能欠人家十家的这个 看你这个工程的大小了 对吧 包括就是说这个建材公司 人家卖你这个 比如说卖这个石头 这个很好的这个大理石 卖了你十万美金的这个大理石 这个你没有还人家钱 所有的这些包括这个 缴手架的这个租赁公司 各种各样的这些 只是是所有在你这个房子的 改建过程当中出国力 这个就是说工作过的 或者是给过材料的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你的房子上 record一个这个mechanics links 那这也是属于同一个类别 那他们就是说 谁在你的房子上边record了link 最早谁就最有限 那link的话就是说 你有一个食物来抵押嘛 对吧 那就是说你通常的话呢 就是你先放令 这个放令它是有先决条件的 你不是说你想放令 就可以放令的 因为你放令的话 你必须先去 去这个 法院去打官司 对吧 你先去这个 在法庭立案子 打官司 打完官司 得到了法庭的这个judgment 裁决以后 才能拿着 把这个裁决变成一个 裁决的一个abstract 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 简额的简单的一个summary 把这个summary才record到你这个房子上边 才能建立一个link 不是说你跟人家一开始 当然你跟人家一开始 比如说做生意 别人想从你这边借钱的时候 你最好呢 是做一种所谓的 所谓的就是抵押 你在他的房子上边 比如你给他10万美金的贷款 现金 你最好是呢 让他签一个deed trust 先签一个promissory note 就是就跟银行贷款是一样的了 对 借条 然后呢 一个这个就是债权抵押的这么一个证据 你把这个deed trust record他的房子上以后 你再给他转账 再给他借给他10万美金 这样比较保险 当然就是他跟银行贷款 其实是属于一个类别的 因为也是贷款 假如银行的贷款在先的话 银行的那个贷款那个lien呢 它还是优先 优先于你这个10万美金的这个lien 假如说你这个10万美金的这个lien 在银行贷款之前的话呢 那你是优先于银行的 所有的这些lien 刚才说的那个就是mortgagelien judgmentlien taxlien mechanicslien 这一些通常你放上去以后呢 你就是比较这个安心 什么呢 你比较安心的就是说 万一这个屋主 他借你钱的这个人 他要是卖这个房子 他要优先要付你这些lien的嘛 对不对 他要比如把银行贷款 先要付掉 把这个mechanicslien 要先要付掉 假如说还有多余的钱的话 对不对 就是说他没有在卖房子之前 你要是想要钱的话 他不还你钱 你是可以主动拍卖他的房子的 你可以主动拍卖他的房子的 比如这个mortgagelien mortgagelien里边呢 他有一个就deed of trust 他里边有个power of sale 就是说他本身的那个就是 债权抵押的那个就是 这个deed的这个证据上边 他就告诉你 你有拍卖他这个房子的权利 假如他不还你钱的话 对不对 那拍卖的话呢 你就通常你要先给人家这个屋主 要寄一个所谓的 notice of default and election to sell 就说你欠我钱了 你就是default了 就说你没有还我钱 那我要准备要卖你的房子了 我就选择要卖你的房子了 这一个notice给过人家以后 必须给人家120天的时间 让人家去筹集资金 让人家还你钱 120天之内人家还了你钱的话 你不能拍卖人家的房子 120天他还没还你房子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要 必须要登报 你要登报的时候 要登报的是什么东西呢 建筑于报端的 就是你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notice of default and election to sell 就是你欠我钱了 你没有还我钱 我准备要卖你房子了 那登报必须登30天 在报纸上要连续登4个星期 我刚才说过了 你在登记完的这个lain的90天以内 你必须去法院去file一个petition 就这个foreclose on the lien 对吧 你其实就拿一个法令而已 法庭就是给你下达一个法令 你可以去拍卖他的房子了 对 这个是比程序比较简单一些 同样的就是说judgment令也是这样子的 那你就说别人欠你钱 你去告他了告赢了 你拿到了一个裁决 然后呢你下一步 你拿到了裁决以后 登记完以后 你就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Rate of Execution Execution就是执行 就执行令 就是判卖令 那执行它有两种执行的方式 一种就是说判卖他的房子 对 那另一种执行就是说 你可以假如说别人欠你的钱 你的 你也是可以去 garnish他的wages 就是说这个人假如有一个工作 你可以拿到一个法令 你把这个法令可以直接的 去送达到给这一个 欠你钱的人的雇主那边 每个月从他的这个工资里边扣 叫做garnishing wages 另外一种也叫做levy levy的话 你可以levy他的account bank account 就他这个 你知道这个人 大概是在银行里 肯定有可能有存款 你可以把这个notice of levy 就是所谓的 也是一种就征收令 就从他的银行拿钱的 这么一个法令 你把这个法令去送给银行 他们先还是拿这个mortgage令 可以先做一个例子 就是银行贷款 比如说是在这个市场下降的时候 次贷危机那个时候 你这个房子是100万 本身是买价100万 银行贷款是80万 80万的话呢 这个房价一下子降到了60万了 那就是说你把这个房子拍卖掉 你最多拿回来的也只有60万 对不对 你拿回来80万 那你这个物质还欠你20万 那欠你20万的话呢 你只有自己就要做银行 做一个决定 你到底是说是舍弃20万 先拿回来60万呢 还是你等现在不要拍卖了 等到市场上升以后 它的这个房子的净值增增加了 增加到了80万或者100万了 增加到80万的话 你一拍卖掉的话呢 那就是你就可以把你全部就拿回来了 这个是一个business decision 就是说你这个银行呢 你要做一个生意上面的一个决定 你到底是要拍卖还是不拍卖 是现在拍卖 还是等着市场上升以后 这个房价上涨以后 这个净值有了以后 你再这个拍卖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这个房子上边 它可能有好几个leans 对吧 本身就有一个贷款的一个leans 还有一个mechanics lean 它是拿这个刚才这个房子 比如说这个房子呢 是它是100万的价值 100万的价值 它上面有80万的这个贷款 还有这个10万美金的 你的这个mechanics lean 那你作为就是说 你是个建商 你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你要不要拍卖这个房子 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 本来是100万买的 那这个房子现在只掉价 已经掉到了80万了 它上面贷款就有80万 它再欠你10万 那你是人家这个银行的 这个贷款是优先于 你mechanics lean的 你作为一个建商 你现在就要做个决定 你要不要拍卖 你拍卖的话 这个房子最多只能拿回来80万 因为房价掉了嘛 到80万 那80万全部还给银行了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你就替别人做加一上了 对不对 你再替别人再做这件事情 那你要拍卖的话 有很多费用啊 你律师费用啊 登报啊各种各样的费用下来 也有好几万对吧 一两万 那所以说 假如房子上面只有80万的 这个净值的话呢 那你就算了 你就等一等吧 等它整整 这个涨价以后你再拍卖 那就有一个90天的这个期限 假如说房价现在只有80万 你就是在90天以内你拍卖了 你也拿不到一分钱呢 因为你人家银行的贷款优先于你 你做完已经等于做无用工嘛 所以你80天内你没有拍卖 那你就是没有办法 那你就是只能认你倒霉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去共同学习一些关于居家方面的知识之外呀 也会不停的和大家update市场上政策或者是法规的变化 希望会帮助到大家最新最快的了解市场 以完成自己实现梦想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我们在下个礼拜美梦成家中在一起共同的去学习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